相信很多養龜的草友都會有一種衝動 從小龜苗就開始飼養 可以體驗烏龜從小育成的樂趣 法側 即使是我們常說的入門龜種 照顧上其實還是要多費點心思哦 今天就來教大家三招 提升龜苗存活的妙招 嗨大家好我是阿謙 炎炎夏日來了 又到了龜苗大粗的季節 今天就教大家三招 無痛入門烏龜飼養蜜招 第一招就是經典不敗的龜襲大法拉 不是要學龜之呼吸 而是要讓烏龜處於一個說事不容易緊張的環境 如果沒有養龜經驗的新手 我會建議一開始可以先用塑膠盒來養 要挑這種不透明或是霧面的容器 因為烏龜生性膽小 而且無法分辨透明的環境 環境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話 看到外在的環境不斷在變化 像是有人從旁邊走過去啊 就容易驚嚇到他們 他們會一直想要逃離那個空間 但是他們又不知道有一股隱形的牆 就會一直撞上去 這樣子久了可能會導致他們受傷 如果飼養在比較透明的鋼子裡 不要使用太強的燈去照他們 比起亮的環境 他們更喜歡稍微陰暗一點的 也比較不容易受到驚嚇哦 烏龜常常不吃東西 也有可能是因為光線太強哦 一年的星期四有多少個 最少有52個 哇 這麼會算 那你有算過 在草影買魚蝦可以折多少嗎 星期四 魚蝦日 魚蝦全面七九折 那第二招呢 想必有經驗的老手一定知道 養烏龜的環境越大越好 配備直上頂規 讓烏龜從小住進大豪宅 飼養空間大 除了溫度跟水質比較好控制之外 也比較不容易讓幼龜游沒多久就撞到牆壁 雖然空間大 但是水位也不能太深 水位的高度大概在腳碰到地 烏龜的頭可以露出水面的高度 有點像是兒童泳池那樣 可以踩到地面比較安全哦 養烏龜用低水位來養 過濾器就可以用這種低水位的過濾器 一般幼龜剛出生體力比較差 在缸子裡可以設置一些烏龜賽台或是福島 讓牠們油累了可以到上面休息一下 也可以順便賽背增加殼的硬度 如果要更有效的利用空間 等等就來教大家做一個烏龜高級公寓 從孫子養到爺爺都不是問題哦 我們可以到小北百貨 購買這種有孔洞的小盆栽 挑選像是這種有孔洞的 烏龜排便會更好排出去 要注意的是花盆都會有這種凹槽 很容易卡大便上去 之後我們要用電烙鐵處理一下 那像是側邊有孔洞的 建議是不要選這種 因為烏龜可能會順著側臂爬出去 大家看這個洞 一看就知道很適合烏龜攀爬 那這種塑膠盒呢就不建議選擇 可以選用比較淺的盒子來養 接著要買曬衣架 方便我們完成之後可以夾在魚缸上面 電烙鐵我們也買一下 大致上買完這些就ok了 我自己是不喜歡商品商標黏在上面 我都會用美工刀把它殘膠去除一下 接著我們在盆子上面畫線 可以用這個在底下墊著 會比較好畫 之後呢我們用尺把線畫得更直 再來我們就拿到陽台外洞工啦 因為塑膠預熱容易產生不良氣體 在戶外通風的環境 我們才不會中毒哦 我們就沿著剛畫好的線來鑽洞吧 側邊鑽洞的用意是 大雲鋼的水可以溢流到小盆栽裡面 使用電烙鐵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燙傷自己的手哦 在凹槽的部分記得給它戳上幾個洞 這樣烏龜的排便就能夠從洞口落下去了 之後呢我們再用美工刀修飾一下 如果覺得洞不夠多我們可以再多加強一些 那像這種沒有洞的盒子呢 一樣的方式側邊挖完洞 底部也要跟著挖 這個盒子也很適合龜苗長大後可以安放的新家哦 接著我們準備一格兩齒鋼 把剛剛做好的烏龜四浴盒放進去 接著我們用夾子夾起來 而且到了秋冬比較冷的時候 我們也比較好安置加溫棒 過濾器的部分我們可以使用這種外掛過濾 它有三層過濾的效果 而且富有滾輪 水流也能夠自由的調整 如果我們今天放到有水草的魚缸裡面 它也有除油墨的功能哦 不用再用衛生紙在那邊辛苦的吸油墨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三招 千萬不要把大小不同的烏龜混養在一起 在烏龜的社會裡面啊 它們是沒有家庭觀念的 成體的烏龜是沒有養育幼龜的責任 它們只會把幼龜當作是比自己小的個體 尤其是在賽背或是吃飯上 體型比較大的烏龜常常會為了搶食 爬到小個體的背上 造成它們的傷害哦 最後總結一下 養烏龜呢 初期可以用不透明的四浴盒來養 記得要注意水位高度不要太高 如果沒有賽凱也可以準備石片之類的 可以讓它們爬上去休息 有一點一定要注意的是 養烏龜的飾品不要放有泵的 偶爾還是會聽到一些案例是 它們被飾品壓住 或是卡住出不來而溺死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 都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哦 我們將從留言中隨機抽出 有訂閱AC草影水族頻道的草友 把贈品送給你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請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謙 AC草影水族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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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好 statue 很高級帝 請 如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